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事件 自从2017年缅甸军政府 对西部若开邦的罗欣扬人 进行大规模军事镇压 累计超过百万罗欣扬难民 逃亡到邻国孟加拉 在孟加拉库图帕朗难民营中 有个15岁少年机械天才 只凭这几年前在缅甸看过挖土机的印象 利用难民营里随手取得的材料 建造出一台小型溢压挖土机 蹲在地上的少年拖油布 操作着自己制作的一压挖土机 挖起盘子中的白米 吸引了营区的孩子们 都到他家来看这新奇的玩具 在来到孟加拉的难民营前 拖油布只在缅甸受过几年基础教育 后来也在难民营中 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开设的一些课程 但今年课程受到疫情影响中断 孩子的学业处于停滞状态 即使条件严苛 拖油布仍展现掌握机械的天赋 搜集在营区周围 发现的钢材和钉子 并利用塑胶注射器和水 当作驱动控制玩具 就能像怪手驾驶般操作挖土机 拖油布的父亲表示 拖油布从小就一直在玩玩具 也会试着去动手做像这样会动的玩具装置 成为难民后 父亲没有钱送拖油布去接受良好的教育 如今看到拖油布无师自通 做出一压挖土机 他感到非常高兴 孟加拉东南部与缅甸边界附近的 科克斯巴扎尔有着全球最大的 罗辛亚人难民营 这些罗辛亚难民无公民身份和其他权利 但他们回到缅甸的机会 微乎其为 缅甸政府称他们为 孟加拉穆斯林或是 孟加拉非法移民 并声称镇压是对 罗辛亚武装分子袭击警察据点的合法行动 并非联合国指称的种族灭绝